刘仲敬2024年12月2日言论及要文 叙利亚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必须打败穆斯科在格鲁吉亚的势力 赶走他的傀儡 就像在乌克兰一样 刘仲敬明年白罗斯也要大选了 新统派说了 让老百姓体谅一下 骂名独派来丹 保证兄弟们2000个部级以上待遇岗位 你独派拿得出来 刘仲敬人人有观作 白去党的部长 还没有我国地主的教夫之前 伟大的中国 人人上大学 人人有观作 刘仲敬一个免税店 就有2000个部级编制 刘仲敬 叙利亚自古以来属于中国 胡志明小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讲识然不讲应然 东亚部分甚至大部分伊斯兰话 现在已经无法逆转 结果是部分还是大部分 就要看诸夏的构建了 从历史上看 这是共产主义毁灭内亚民族发明的必然结果 满洲国存在的时候是贩图兰主义的家人 本来可以像日本保护中华民国的发明一样 保护内亚各邦的发明 当时的日本仍然以诸夏最后一个种子库自居 软逸亚洲众小民族的理想主义精神 是超乎公立计算的 南亚穆斯林所得到的 其实就是内亚穆斯林所失去的 今天的韩国 差不多就是本来可以存在的满洲国 今天的印度尼西亚 也差不多就是夭折的内亚穆斯林国家 满洲蒙古内亚的日本附庸国连成一片 只要有20年的时间成长 就能像今天的印尼一样 构成阻挡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长城 共产主义来了以后 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组织真空已经形成 必然会吸引外来秩序 大义同主义的实际效果 就是放弃了嘉峪关这条最短最廉价边界 将为大清守边的缓冲地带 变成了越南战争的无底洞 列宁党镇压突厥凯末尔主义者 收买西安斯坦经堂 实际上等于芬兰 解散社会民主党和白卫军 效果只会对布尔什维克有利 土豪越弱的地方 征服者的困难就越小 一带一路都是为征服者准备的 投入越多 金钱和人力耗尽的速度就越快 资源中心停止运作 就是1918年的俄罗斯 捷克军团从欧洲达到远东 所向披靡不是因为战斗力强 而是因为周围社会的抵抗力突然消失 德国军队的组织几率 是谁都比不上的 然而即使他们在威廉凯撒 出走一星期内 都会毫无抵抗地 让波兰民兵缴械 整整齐齐的排队上火车回国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嘉狱关 那就会变成一场自相残杀的混战 逃亡的火车像壁虎一样 爬满了分不清是军市民的两族无毛动物 不断被里面的人砍下去 残肢随着惨叫一路滚落铁轨 抢不上车的失败者愤怒地破坏铁轨 最后大家都死在沙漠里 国际纵队一路冲到连云港 比打击阿勒坡容易多了 阿富汗万山丛中的无数马苏德 随便放一个过来就是现成的巴布尔 中国教育部预测 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222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然而随着就业压力持续加剧 许多毕业生陷入毕业及失业的困境 高失业率与学历内卷加剧社会焦虑 部分学生通过伪造实习证明 或依赖人际关系寻找工作 并有一些人选择考研或考公务员 以规避就业压力 导致学历内卷问题愈演愈烈 专家警告 如果中国的就业形势继续恶化 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不满 中国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公布 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22万人 比去年增加43万人 毕业生将面临更大的求职压力 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国城镇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为17.1% 相比9月份的17.6%和8月份的18.8%有所下降 但不少分析人士质疑 这一统计的可信度 去年中国青年失业率曾一度飙升至21.3% 因此当局决定暂停公布 按年龄段划分的失业率数据 之后虽恢复公布 但剔除了再笑声 使得青年失业率会再超过20% 然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 去年7月公布的研究显示 中国全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 实际高达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大学毕业及失业 实际找到工作毕业生仅三成 24岁的阿琪 化名是一名法律系的英届毕业生 目前在上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 阿琪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毫无参考价值 因为他观察几年下来 身边真正能找到工作的学长姐跟同学 根本不及三成 阿琪说 中国的大学时 确实有要你在毕业之前 想办法找一份工作 提高整个大学就业率 这个当中造假非常的多 很多就是随便找一个公司 或者是那种行政单位去盖一个公章 象征性说 某某某在我们这实习 或者有工作怎样 然后他们就算你已经找到工作了 所以中国官方的大学生就业率 就是完全是不准的 纯粹就是骗人用的 他私人非常幸运 才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市场中 获得实习机会 因为即便是985或211 这类顶尖名校的毕业生 也难保求职顺遂 他举例说 自己老板的儿子 今年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 由于主修文学类科系 就业难度更高 最终家里 只好请托一位 在教育局工作的亲戚 靠关系 为他安排了一个教师职位 阿奇调侃道 很多毕业生 会把去工厂打螺丝挂在嘴边 嘲笑自己 念完大学四年 最终却只能做 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 甚至有许多人 把送快递和当直播主 视为职业的选择 阿奇说 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了 男生就去当快递 女生就去做直播 做直播 累了就点快递 做快递的累了就看直播 就是流行的冷笑话 就业环境非常非常的糟糕 很直观的 你找不到别的工作的状况下 就是去做这两个工作 逃避就业 大学毕业生选择考研考工 20岁的韦德 华明 来自四川重庆 高中毕业后 即到澳大利亚大学学习法律 今年大二 他表示 自己选择出国留学的一大原因 就是对国内未来发展和就业环境的担忧 包括工作难找 压力大 待遇不佳 韦德形容他留在国内的同学们特别卷 每当谈到学习和就业问题 就让他被感压力 他表示 为提升就业率 许多大学对学生的管理愈发严格 学业压力和实习需求也随之增加 一些学生甚至从大一就开始拼命找实习 而找不到的人就花钱购买实习机会 造假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韦德告诉我们 中国现在对大学生的管理和安排 越来越像高中了 很早起来上早读 然后一直晚自习到八点半 或者上网课上到八点半 就尽可能去限制大学生 做很多课余的事情 把他们整天就限制在那个环境里面 像管高中一样去管他们 你如果去国内的一些社交平台小红书之类的 你会发现会有很多的 所谓的两万三万人民币或者多少钱 他们能给你弄一个实习证明 韦德指出 大学生面临到就业压力 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考研究所和考公务员 随着学历内卷现象日益加剧 考研成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也成为部分求职失败者的避风港 韦德说我们叫拖散考研 他们很多没考上研究生 或者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可能就先离开学校 然后在家里面自己准备一些考试 研究生考试 公务员考试这些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挺常见的 韦德表示 国内的经济状况 不佳等各种现象 使同龄人对未来的期待值大幅降低 他对中国的未来也持悲观看法 认为许多权力和自由正被逐步压缩 他坦言 未来不会考虑回到中国发展 乐观面对就业前景 发掘自身价值 19岁的王岩 是四川省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 格拉斯哥学院通信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 在接受采访时 他对未来的就业前景表示乐观 他认为 学校提供了丰富的实习和科研项目 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使毕业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他指出大多数毕业生能够进入大企业或科技公司就业 失业问题在学校并不普遍 王岩说 他的成都确实会比比如说二三线城市就业机会多很多 因为有很多外资企业或者是一些很大型的公司 会在成都设立一些分部之类 像我们学校旁边就有华为 或者是其他一些科技公司的一些分公司 进水楼台先得月吧 作为理工科学生 王岩表示 理科生在就业市场上的应用场景 确实叫文科生更为广泛 然而 他大意识就感受到了来自同侪的内卷氛围 并逐渐意识到 过度的竞争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面对未来 他并不打算过于执着与本科专业相关的职业 他认为 适时放松 追求个人的兴趣与热情 也是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王岩说 有可能会有很多人 最后从事一个自己专业并不相关的一个领域 比如说 很多是会选择作字媒体 或者说 会选择创业 就是 人生不一定是要按照自己的专业 来这样循规蹈矩的发展 我觉得 有个自己喜欢 并且热爱的东西 追求也挺好的 我平时也有一些写作的习惯 我会慢慢积累 说不定哪天 我就是开一个自己的公众号 或者是分享点随笔 当个小作家也挺好的 中国经济衰退 教育产业化导致人才供需失衡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美国南卡大学爱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 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青年失业率逐年上升 经济衰退是主因 随着公司大量裁员破产 小企业停业 导致就业岗位减少 经济下滑直接影响就业年轻人和大学生的就业 此外 中国将教育产业化 过度扩招导致教育质量下滑 培养出大量缺乏实际技能的毕业生 许多毕业生的专业与市场需求不符 造成供需错配 同时 许多学生为了逃避就业压力而继续读研 进一步导致研究生质量下滑 这种教育和市场的错配加剧了就业问题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 谢田建议采取适应性策略 在经济低迷时期 可以选择躺平思考人生 或寻找出国深造的机会提升自我 或者尝试创业 抓住潜在的市场机会 谢田说 有时候可能要放下一些身段 中国实际上培养了很多本科毕业生 但实际上 这个社会可能需要很多专科毕业生 或技巧毕业生就可以做的 所以有时候 你要能去能伸 要放下你的身段 薪水低一点的你也去做 可以在底层磨练磨练 磨练 磨练一段时间以后 如果经济回复的时候 你才有更好的机会 失业情况若未缓解 中共恐面临更大挑战 位于中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 国际事务与企业学习教授孙国祥则表示 中国的高青年失业率 不仅引发社会不满 也对政局稳定构成挑战 许多年轻人 对政府政策感到失望 白纸革命 和日前郑州的夜间骑行运动 就是这种不满情绪的表现 他认为 如果这些问题无法缓解 可能进一步削弱 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任度 他进一步表示 就业压力也促使部分年轻人 选择出国工作 导致人才外流 这不仅削弱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也使部分人才 无法将所学及时应用 影响国内的创新与经济发展 现在中国还把退休年龄延长 如果中国经济 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内循环跟外循环 那中国大陆青年的失业率 可能一时半载是无解的 可能会延续好几年 每一年都必须还要消化 前一年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 孙国祥说 一年两针就能帮助治愈艾滋病 但这种疫苗 每个需要的人都能获得吗 这种药物被称为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接近抗击艾滋病病毒的疫苗 在一项针对女性的研究中 这种每年注射两次的疫苗 在预防艾滋病毒感染方面 100%有效 而且星期三 11月27日公布的结果显示 这种疫苗对男性的效果 几乎一样好 制药商吉利德·Dillier表示 将允许在120个艾滋病毒 感染率高的贫穷国家 主要是非洲 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 销售廉价的仿制药 但吉利德将几乎所有 拉丁美洲国家抬除在外 在拉丁美洲 艾滋病的感染率要低得多 但却在上升 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认为世界正在措施 阻止这种疾病的关键机会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执行主任 温妮·拜安伊玛 威尼·拜安伊玛 说 这比我们已有的 任何其他预防方法都要好 这是史无前例的 他赞扬吉利德 开发了这种药物 但表示 世界阻止艾滋病的能力 取决于 他在高危国家中的使用 为纪念12月1日 世界艾滋病日 而于星期天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表示 去年艾滋病死亡人数 估计为63万人 这是自2004年 达到顶峰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表明 世界现在正处于历史性的 十字路口 有机会结束这一流行病 这种名为 Lenicapuvial的药物 已经以 Sunlanca的品牌名称 在美国 加拿大 欧洲 和其他地方销售 用于治疗艾滋病毒感染 该公司计划很快寻求 Sunlanca 用于预防艾滋病毒的授权 虽然还有其他方法 可以预防感染 例如避孕套 每日药丸 阴道环 和每两个月注射一次的药物 但专家表示 吉利德每年两次的注射 对于经常害怕 寻求治疗的避孕人群 特别有用 包括男童性恋者 性工作者 和年轻女性 这对这些群体来说 将是一个奇迹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每年 只需去诊所两次 然后他们就会受到保护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 拜恩·伊玛说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 32岁的路易斯 鲁瓦尔卡巴 鲁威斯·鲁瓦卡巴 就是这种情况 他参加了最新发表的研究 他说 他不敢要求政府提供的 每日预防药丸 担心自己会因为同性恋 而受到歧视 由于他参加了这项研究 他至少还能继续接种疫苗一年 在拉丁美洲国家 仍然存在很多耻辱感 患者休于索药药丸 阿尔玛·米勒瓦·佩雷斯·奥马·米纳瓦·佩莱斯 博士说 佩雷斯在瓜达拉哈拉的一家 私人研究中心 招募了十几名研究志愿者 目前尚不清楚 这种疫苗通过医保系统 在墨西哥的普及程度 卫生官员拒绝就为其公民购买 桑兰卡的任何计划发表评论 2021年 墨西哥通过公共卫生系统 免费提供 每日预防艾斯病毒的药片 如果使用仿制药的可能性已开启 我相信墨西哥可以加入 佩雷斯说 拜伊玛说 除了墨西哥之外 参与研究的其他国家 也被排除在仿制药交易之外 包括巴西 毕鲁和阿根廷 现在拒绝向他们提供这种药物 是不合情理的 他说 吉利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一直致力于 帮助最需要的地方 获得艾斯病毒预防和治疗选择 在120个有资格获得仿制药的国家中 有18个主要是非洲国家 占世界艾斯病毒负担的70% 这家制药商表示 他还在努力建立快速 有效的途径 以便能够让预防艾斯病毒的 Lenicopware达到所有需要 或想要使用这种药物的人 星期四 毕鲁 阿根廷 厄瓜多尔 智利 威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等 15个倡导团体 致信吉利德 要求在拉丁美洲提供仿制药 Sanlanka 指出在感染率不断上升的同时 获得新的艾斯病预防工具的机会 存在令人震惊的不平等 虽然挪威 法国 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家 每年为Sanlanka支付的费用 超过4万美元 但专家计算 一旦仿制药生产 扩大到覆盖1000万人 每次治疗的成本 可能低至40美元 美国杜克大学 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 克里斯·贝雷尔 克里斯·贝勒尔博士表示 在非洲和亚洲艾斯病 最流行的国家提供 Sanlanka将大有弊益 但他表示 在包括男同性恋 和跨性恋人群 在内的群体中 艾斯病毒感染率的上升 以构成拉丁美洲的 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30岁的跨性别女性 和艺术家汉尼亚 丹尼尔·托雷斯·海尼尔·戴尼尔·托莱斯 参加了墨西哥的Sanlanka研究 他说 他希望政府能找到 提供疫苗的方法 墨西哥可能拥有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但也拥有一些 生活在极端贫困和暴力中的 最脆弱的人 托雷斯说 另一家制药商 换月医疗 7B HealthCare 也把拉丁美洲 大部分地区排除在外 换月医疗 允许在约90个国家地区 使用其艾斯病毒 预防针的仿制药 这种以Apritude 为名销售的双月注射剂 在预防艾斯病毒方面的 有效性 约为80%至90% 在中等收入国家 病患的每年的花费 约为1500美元 这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 倡导组织健康鸿沟 Health Gap的执行董事 拉塞尔 Asia Russell表示 全球每年有超过 100万例新的 艾斯病毒感染病例 现有的预防方法是不够的 他敦促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 颁发强制许可 这是一种国家在健康危机中 暂停专利的机制 这是一些国家在以前的 艾斯病毒治疗中采用的策略 包括在1990年代末 和2000年代 首次发现艾斯病药物时 最近 哥伦比亚在4月 未经期制药商 欢愿医疗许可的情况下 首次颁发了 主要艾斯病毒治疗药物 TVK的强制许可 南非夸祖鲁 纳塔尔大学的 艾斯病专家 萨利姆·阿卜杜勒 塔里姆·Salim Abdul Karim 博士表示 他从未见过一种药物 在预防艾斯病毒方面 能像三南卡一样有效 现在缺失的解决方案是 我们如何将这种药物 让每个需要他的人得到 他说 你50個月的大混音 途子